终于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 登上了通往乐磁园的阶梯 彼此 让这些阶梯 彼此 让我们游客 勒近一场游客 都要动用 免费牙 Zither Harp 不穿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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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气力 不穿了一位 漏洋ガ駍 黑行声 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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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жалуйста 香 香 香 霜 咯 uniformly 咯 坨 潘 国 漏洽 嘴巴上面得猶豫 宁君子酒 zero 它衣服 沈hos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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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祝大家 收好 好红包 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360手机助手的七位可爱的公仔 大家好 我是李响 我们都知道啊 召集七只龙珠就可以召唤出那个什么 没想到召集七个公仔我就召唤出来了 再次问候大家 也希望大家用掌声跟欢呼声 欢迎一下你们自己来到360手机助手 乐此元圣典 欢迎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当然啊 我们知道马上呢 我们将迎来全新的一年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一起相聚在水利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 具有一些童话色彩的这样的一个下午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玩得开心 当然首先呢 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各位 他们会是乐此元第一批的荣誉公民 我们掌声欢迎 360公司 COO 陈杰女士 欢迎 360公司首席商务官杨超先生 欢迎 360游戏业务官 许宜然先生 欢迎 360游戏业务官 许宜然先生 欢迎 360手机助手事业部总经理 陶伟华先生 欢迎 360手机游戏事业部高级商务总监 冯然先生 欢迎 当然还有欢迎现场的超过300位移动互联网的领讯人物 以及超过2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朋友 还有可爱的四叶草 欢迎大家 能不能告诉我们 今天下午你们来是要看谁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这样问大家问题 就是感觉特别热闹 跟要过年了一样啊 的确要快过年了 而且呢 我记得很清楚 大概在不到365天以前 我们有见过面 对吗 对 在江苏南京 我不知道现场有多少朋友 当时在那个现场 当时我就不断地在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可爱 想问一下四叶草 你们今天下午是来看谁的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很好玩 作为主持人就觉得很热闹 很有面 谢谢大家 希望今天下午你们玩得开心 当然 我知道你们今天是来看三小只的了 首先 我先跟这些大朋友们说一说话 很短 待会你们喜欢的他们就会出现了啊 今天我们是乐次元盛典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知道 有很多是互联网界 科技界的大佬 领军人物 用这几天特别流行的话就是 你们都是互联网界的老炮 对吧 所以程序啊 代码啊 你们是行家 但是呢 乐次元这三个字怎么解码 我想大家是不是每个人都清楚 我不太确定 我们可爱的编导组成员 今天下午一直在跟我解释 解释 解释的相当用心 我大概理解了 首先我们要看啊 次元两个字 所有的九五后 零零后都挂在嘴边 啊 你是几次元的 你是哪个次元的 我相信这个大家有所耳闻 次元就是一个维度 对不对 一个独立的空间 在这个领域里面 咱们就是一伙的 但是 加上乐字 乐次元之后 这就是一个让你的想象无边无际的快乐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当中 地域不是问题 我知道你们来自全国各地 对不对 年龄呢 也不是距离 呃 四叶草里面年龄差距最大的我也清楚啊 所以呢 在这里 不管你是来自哪里 什么年纪 你总能在360手机助手乐次元里面 找到一款你心仪的APP 从而找到一群至群道合 拥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们 这就是乐次元 当然 在我们今天 希望大家找到自己快乐的同时 也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个APP 他们三位已经找好了 据说 只要你们来 就是最开心的 首先 我们要请上 乐次元世界的建造者之一 360公司CEO陈杰女士 向大家发出来自乐次元世界的欢迎词 有请 各位热烈的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合作伙伴们 还有在场的媒体朋友们 以及今天晚上最最闪亮的TF Voice 和可爱的四叶草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呢 我叫陈杰 首先呢 我代表三菱公司呢 向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表示真挚的感谢和欢迎 刚刚呢 我来的时候呢 有朋友跟我在说 说这可能是中国互联网界 安保等级最高的活动了 而且呢 也是一票难求 我从昨天呢 就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希望要这场活动的一张门票 但是我手里确实也没有 我想呢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 这些TF Voice的粉丝的力量 以及TF Voice的影响力 因为TF Voice的代言 360手机助手呢 将带领应用分发领域的行业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乐次元世界 就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介绍一样 那么我们整个手机助手 将要进入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时代 那从2012年开始至今 三年多的时间里呢 360手机助手从零开始起步 做到了中国最大的 安卓分发平台的冠军的位置 我们曾经向手机预装软件去宣战 我们也曾经通过免流量下载 为全国的用户节约了50亿的花费 这是我们一个一个的曾经 而且曾经我们也率先的推出了 社交分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这过去的一个个的第一 在奠定了320手机助手行业的冠军的同时呢 也不可避免的给大家留下了 我们是一个工具化的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形象 那对于我们所有的320的人来说 在我们的学业里永远的流淌着 是永远不满足和追求创新的基因 那么在2016年 我们整个的320手机助手 不再满足于那些过去的第一 而是决心用一个全新的定位 去带领大家进入一个与众不同的 乐次元的世界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 我们签约了中国最受年轻人喜爱的 TFBOY组合 作为320手机助手的品牌的代言人 我想问问在场的所有的四叶草粉丝们 你们喜欢不喜欢 我想这也是整个320公司 是对年轻一代的这种无比重视 对我们来说 我们相信通过TFBOY 以及四叶草们的这种影响力 那么320手机助手呢 会成为更多年轻人生活中的这种伙伴 帮助大家呢 享受更多的快乐和充满更多的这种活力的生活 年轻的群体是接下来中国移动互联网 最最核心的用户群体是中间力量 那么有了年轻一代人的这种喜爱呢 我们也相信三菱手机助手 也能在座的为我们的所有的合作伙伴 以及为所有的移动互联网的同人们 创造更多的这种价值 帮助大家在产品和游戏上 触及到更多的这种海量的 以及核心的这种用户的群体 那么年轻是这个世界的未来 也是世界变革的动力 我们相信年轻的力量 我们也相信 三菱手机助手 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 与我们与他们喜爱的这些偶像 一起开创更多的这种快乐和未来 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将推出立体娱乐的这种战略 通过更多的这种偶像合作 以及跨界整合 还有时尚元素 打造出更多的年轻和符合潮流的 这种移动互联网产品 最后呢 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的到场 也感谢大家对310公司 以及310手机助手 这一年来的这种支持和关注 那么今天已经马上就要到了下一年